那昨天柯文哲他在參加股東的時候有失言 就是說台北的男人去酒店都是為了公食 那趙大哥怎麼看 因為他的那個副手吳欣穎今天說主席常常失言 不要挖這個洞給他跳 他不講回這個問題 對 柯文哲是常常亂講話 那好像大家也不在乎他亂講話 所以他就習以為常 那這是他的個性 是他的個性 所以本來個性就是這樣 那選民各喜各愛 喜歡這種個性就投他 那覺得這種個性不適合當中就不要投他 也就這麼簡單而已 那過去柯文哲說他打倒財團 結果他現在負責是吳欣穎 然後被爆出一個6.6億的房產 那有被認為說是不是現在柯文哲在打領過去的柯文哲 像這個理念跟他過去不太一樣 不過我覺得吳欣穎就看錢怎麼來了 人家本來星光就是一個財團 就很有錢 對不對 我覺得只要是人家正正當當來 吳欣穎也是一樣也沒有從政 也不是從政治貪污的 我覺得他有錢沒有錢 那是他個人的事 那那個誰呢 郭台銘呢 郭台銘今天鼓勵就分了93億啊 對不對 君子愛才取之有道 這生意正正當當賺來 我覺得不應該去批評他這一點 那至於說柯文哲找他可能有什麼考慮我不知道了 那他們會不會給他政治捐獻我也不知道 這個理論上講這樣都應該是透明的不能夠私下的 我會會主席說去這個酒店 男人去酒店 但我是為了談生意呢 我去看有人認為說好像是在幫去酒店的男人美化 嗯 我知道主席常常會失言嘛 所以你也不要 你也知道說 大家說我 你男話畢竟說我會比較好 所以你不用再挖著舞蹈給我跳 我想我是專注於政見 然後我想要看到台灣的改變 那希望你男人就問你老婆 或是問你店的人才好 OK 就先把遊戲規則先講好 OK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就盡量配合主席的行程 因為我的團隊跟其他東西還是在準備當中 對 所以今天還是有平常要做的事情 所以會等到學會的時候 所以你請問問請問 應該是說現在立法院雖然是還在進行當中 像有些委員會已經安排去考察了 所以許多委員其實也不在立法院也在服選 那我主要的辦公室還是在立法院 所以我等一下還有很多事情要處理的 對 為什麼會答應跟科主席相搭配 當初怎麼會搭配 OK 是這樣好不好 我們可不可以 你們大家先把你們要的問題問一遍 然後我就大概回答一次 好不好 因為我才能站在那邊 好不好 你們 你說為什麼答應科主席 然後你這邊說 剛才拍照片 OK 還有沒有其他的 我回答三個問題我就要走 所以科主席說去那個酒店 因為男人去酒店 我一道是為了談生意 我去看有人認為說 好像是在幫去酒店的男人美化 因為過去科文的主席都說 要跟財長劃清界限 但是因為您的背景 所以會讓外界比較做 對他這個承諾做一點遲 對 還有嗎 還有沒有其他的 你這幾天都沒有行程 就是跟其他人會復選你交集嗎 好 嗯 應該是說 我覺得 嗯 不應該用錢來衡量一個人是否愛不愛多 所以我就講說 Don't use money to measure my patriotism 我相信我在公共事務跟我其他在業界所關心的 不管是弱勢團體或是說退休金 人民的財務保障等等的 我對台灣的一些關切的議題都是不改變的 所以至於說別人的行程跟你剛剛問的是主席的搭配 應該是說我這一份不分區的工作也是柯主席三年前給我這個機會 所以當然當主席有這個要求的時候我當然全力以赴 那我也相信就是在民主的過程當中 讓人民有更多的選擇 我相信這其他的候選人都有給台灣 對台灣外也是非常關心的 也自己有想出一些想解決台灣的一些面臨的問題 那我相信既然主席給我這個機會 也期待說跟大家固定的保持溝通 然後把我們想看到的台灣我們想要的改變 來想辦法說服更多的民眾 來投票 然後來維持我們這麼寶貴的民主 這樣子可以嗎 是 因為有那個形象照度的 開談滿的 形象照度 酒店的主席 我也沒清楚 反正拍好幾個小時 到時候再公布之後 就聽聽看你們大家的看法 好嗎 還好 還好 好不好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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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主席常常會飾演嗎 所以你也不要 因為知道說 我會在南話 你一定會說我會比較好 所以你不用再挖這種東西給我跳 我想我是專注在政見 然後我想要看到台灣的改變 但是我明天就問你老婆 或是問你店的人 OK 就先把遊戲規則先講好 OK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那你今天的造型自己滿意嗎 唉唷 我不重要 觀眾滿意就好 是因為你覺得今天主席的造型 應該要幾分 10 out of 10 像那個Tom Cruise 就是Top Gun 那個Aviator Jacket 那你覺得自己 譬如說 現在總統候選人有三組 你覺得你們的組合 跟其他兩組的優勢在哪裡 或是最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這樣不好意思講 這個 我倒覺得這樣 如果比候選人 當然 我覺得我還是最好的 他說比副仇的話 副無性他還是最好的 怎麼會選擇無性 是以什麼樣子的條件 就是譬如說 看重了他哪一點 其實我在選擇副仇有幾個邏輯 第一 副仇性要高 那 吳欣寅委員其實他的生活背景跟我是截然不同 他是在英美留學 然後從事的是什麼 社會公益事業 跟我這種從小在台灣土生土長的 然後又是在我們那個對面 你知道 我每次說那個是最 日本式傳統的這種地方 長大 所以我倒覺得是這樣 多元開放是我們的一個政治價值 所以當時在選副手的時候 我就在思考說 怎樣可以達到最大的副仇 那在我們整個黨內 被找到的就是 復古堅共最高的 應該是 吳欣寅委員 還有 我們希望找比較年輕 大概有 綜合考量 不過最重要是這樣 台灣民眾黨還是有 林選事務 最後還是有 中央選決會 組委員投票 我覺得 後來我看了那個票數 大概就是 可以說是眾望所歸 大概就是這樣 掌聲歡迎我們的總統 柯文哲 副總統 吳欣寅 來我們請 來我們請主席 跟媒體揮手一下 兩位一起好嗎 兩位 好 好我們請媒體補助畫面 好來 最好選擇 台灣歡迎 最好選擇 台灣歡迎 最好選擇 台灣歡迎 來跟我們媒體朋友揮個手 先看鄭前方 然後我們左邊的媒體朋友 來我們右邊的媒體朋友 來市長右邊媒體朋友 來市長右邊媒體朋友 來左邊 左邊這邊 左邊 這邊這邊 揮著 揮著 Hog 我揮著OO 揮著regist 請主席就位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